《霍兰寺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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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很有幸能够回到清華 然後現在也有很多同學還在家裡 所以也是祝願我們所有的同學 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度过自己这个毕业季 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前途 我觉得就业压力还是挺大的 然后整个社会的经济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现在已经处于了一个就是触底反弹的状态 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着 这个一切都能变得更好